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呛呛三圆形 我们节目有俩马博士 一个是香港的 还有一个是甘肃的 马光远博士 国产博士 马博士要跟我们聊聊 最近好像你这个家庭也有需要 我觉得你是可以买更好的房子 对吗 但是我从来没有打算 现在去买房子 因为对我来讲的话 也许我能买得起 但是我觉得不合算 而且我想 以自己的行动来告诉大家 房子不等于幸福 我不愿意所谓一套房子 把自己出去玩的钱 把自己玩的钱丢出去 对但是我有一套房子就可以了 我就这么高 我也不算高 没姚明高 对 所以那个房子足够我住 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学者 就这样的高风亮节 所以当然 幸福 我追求幸福 但是我跟你说 也能买得起 也能买得起 你最近可以买陈光彪的房子 陈光彪专门有要求吗 对像咱们的马博士 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 对对 他要全国劳模 他要我虽然每天可能跟 跟业台一样都很辛苦 我看业台有份 对吗 这都算你们算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 要符合陈光彪的标准太难了 你拿国家的还不行 还要符合他心理的标准 我们的诚心是吧 对对对 全国道德模范 对对吧 就是啊 人陈光彪好像 哎呦 这一看他买的房子都是400平民以上的 而且说装修人家说家具能不能不要 他说那当然不行 我还得把家具搬出去 他说我一套房子装修费上千万 然后哎用他买当年买房子时候价格的 九折九折 这算便宜吗 算 因为他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比较早 现在打个九折 五年前的是吧 五年前的 那当然是便宜了 而且他如果是在市中心 那就太便宜了 所以这个陈光彪呢 我原先对他影响非常好 我经常替他辩护 因为什么呢 我说一个人不管怎么样 呃他最终的目的是操作也好 还是干什么也好 但是他做了好事 这是值得我肯定的 对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首先想到是不是我脑子有问题啊 我因为我看错了 可能出这么一个事 而且在陈光彪身上 当然很符合陈光彪的做法 但是让我想不清楚 呃更让我想不清楚的啊 因为我经常讲男人得像个男人 你既然放话放出去了 说九折卖 啊到最后又附加了很多的条件 并且又把什么装修费 又帅的很高等等的 那马博士这个肉还是买不起了 咱们的这个图马一开始很喜欢逛彪 现在阿彪也跟你的理想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你现在很注意 大家对这个国家房子调控 会对这个消费者心理造成的影响啊 人家光彪说他这个举措呀 也是为了 他好像为了一个挺大的理想 我想他为什么来着 他就说为了呀 反正不能如了房地产商的意 陈光彪这个事跟房市没有任何关系 也跟道德没关系 呃就是一个恶作剧 就是一个恶搞 我但是这一次我没看到恶搞的对象是谁 你要说恶心K发商吗 K发商还觉得你恶心呢 对吧 你要恶心国家的宏观调控吗 我们也正在见效 嗯 所以这次玩的让我搞不清楚 所以我说是不是我的脑子出问题了 你要说这个标兵 我看美国这个富豪也挺二 不是挺二 不是也挺标兵的 真是标兵啊 就是100多个美国富豪吗 你记得连名写公开信 要政府就是说应该给我们加税 我们富人应该多交税 那天啊 我们问他们 他我他们说你问这个问题 就反映你这种中国人啊 以小人之心杜军的之务 我说他们是真的吗 憋着什么坏呢 人家说美国人还真不是 他们就是那种清教徒 有那种精神 觉得我创造财富 但同时呢 要回馈 要回馈社会 在艰难时事 要大家一起啊 还真的是 我就想起最近啊 就是美国人这个清教伦理啊 确实是 你看最近我们一直说 这个巴菲特赚钱赚钱 他对自己家里在分配财富的时候挺抠 但是最近不是那个华尔街运动吗 之前有一件事情 就是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 有一个文章对不对 他说首先应该向我征税 我的税收比我的秘书都要低 对 这个是绝对不合理的 我们的政府到底在为谁服务 他让最最富有的人付出了最小的税收 所以我觉得巴菲特说这个话的时候是真诚的 因为他没有必要去 他已经没有这么多钱了 人已经活到没有任何动机去撒谎的地步了 也没有必要去表演 对 所以巴菲特当时就说 说我的税竟然没我的雇员交的还高 对 这对我来讲是一种耻辱 所以他呼吁奥巴马政府 说你一定要改变这种耻辱的做法 对 要向富人去征税 奥巴马就听了他的 听了他的之后 把那个方案提上去之后 结果共和党反对 共和党当然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 因为共和党也怕这个这个自己说不清楚 所以我当时我说奥巴马真是打了一掌很好的赔 虽然他搞经济不行啊 他搞得不错 在搞经济大家都对他狗病 但是他拿出这个税数以后 共和党类原先对他所有的提议 一边倒的反对的 竟然只有几个人反对 说你这样做不对 所以他打出这个赔以后 包括这一次 那么那么多的富豪 说我要交税的话 说明他的整个财富分配的体系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 可能经济一团糟 可能还没走出低谷 但是 这些富豪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了希望 而不是绝望 我经常讲我说 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么绝望 我们的经济在增长 我们为什么有很多人移民 而且 从中国移民潮本身的规律来看的话 我总结有三次 49年 之前 19年移民潮那是政治问题 对吧给格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人出去是为了求学问题 对 这一次 经济这么好 政治稳定 为什么出现了移民 为什么大家 这么绝望 而没有看到 希望 是 所以 我们看到当 这个美国的经济一塌糊涂的时候 富人 燃起了这个国家的希望 但是 我们的富人在干什么 在移民 五套房子 打九折 对吗 这样的让大家不相信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一个 保药的作用 五套房子打九折 也不至于让我们大家对这个国家绝望了 毕竟这不是光标 就是自己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看到 成光标这个设置的时候 他做事情一直很 怎么说 恶搞 你想他能够赶着羊赶着那个上舞台 这件事情做出来 你就知道 他下面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都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一点也不奇怪 事实上并不是说他对房地产有看法 他对什么有看法 不是的 只要什么热 他就对什么有看法 是 我就是好像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 所以呢 我可能有一个偏见 就是大家都不理解说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可能 我是一种偏见 我的感觉 这是一个 就是经常激动的人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会想起 爱卿的一句诗 按说是可不可以好的一句诗 但是这句诗浇灌了这么一代人 叫什么呢 为什么我的眼里长寒泪水 你知道吗 我觉得光彪兄我感到 他经常会被一些什么东西 感动自己 极其然是 你看他甚至到台湾 见着邓丽君的坟 他也要哭 就是他特别容易感动 这是一种气质 过去有人用这个多血制 什么粘液制 来分类人的性格气质 这是一种气质 所以这一点我就非常佩服 陈光彪 那 这个 因为我非常 我很难想象说 这个社会上我每天看到的事能让我流泪 有时候 很苦涩 很焦虑 很无奈 很让人觉得绝望 但是 我不流泪 我想流泪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 真的可能是很痛苦 亲人 突然没了 这个 突然很感动 有某一种非常好的感情 让我抑制不住的去流泪 你比如说我经常看 基督三伯爵的时候 我经常会流泪 无论他感恩也好他的这个复仇也好 都让我很感动 但是现在如果让我 对我看到的事情流泪的话 非常难 老百姓你看到人民买不起房子你不流泪吗 他心里在流泪 这个流不出人类 这是一种悲愤 这是一种绝望 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情况下的时候为什么说 一个社会 你看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 倒不是说非要看你的财富有多少 而是看 引领你这个社会的一帮人 北领也好 经理也好富豪也好 他们的心理健康不健康 他们的这种 这种理念 正常不正常 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我经常想 如果正常的话 我会流泪 不正常的话 我流不出来 也太那个了 就是我们经常说 记得以前黄仁宇那个万历十五年 他说我们是一个 缺乏数目自管理的 这么一个社会 我们靠道德 靠标兵 靠榜样 来管理这个社会 所以这个社会如果不行了 我们就竖一个 类似于雷锋 这样的一个 典型形象 告诉你 做人要做 这样的人 而且他不是 用一个数字告诉你 应该怎么样 所以从这方面 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所以 但是你另外一方面你做到了 你的眼中也长寒了泪水 虽然你不表现出来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 都是喝狼奶长大的 你要知道 我们说到这个房地产 有时候我们说恨不得全打下去 有时候我们又说 不要去打压房地产 因为这个太重要 其实这种东西 都是一种 我觉得多血之的反应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这个例子非常好 咱们广告之后 再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流泪的人举例子 这个我最近又读了一遍《红楼梦》 那么《红楼梦》里边第十二回 我最近刚看金平梅 第十二回那个 跟金平梅差不多 也是一个这个故事 贾瑞得了 那叫 王兴奉 王兴奉 对对对 那个迎奉 给他一个风有宝剑 那个宝足道人 这个风有宝剑里边反面一看 全是骷髅 正面一看呢 是王兴奉在里边 所以呢 这个 贾瑞呢 就这个 经不住诱惑 经常看正面 对 结果是看了几天以后 两个人把他拉走 一面五虎 一经过多 不治身亡 一面五虎 我们现在对房地产的感情就好像贾瑞开风有宝剑 我们看不到后面的窟窿 看不得 一 经济往下滑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往下滑 这个土地昧不出去 就立即急了 就赶快把这个风有宝剑的正面翻出来 一看GDP又增长了 土地成人 属于上去了 房价又往上涨了 完全一回事 那么 命运会不会跟贾瑞一样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 我们会不会移经过多 会不会亢奋指使 所以 对于房地产 一定要 警惕 小贾瑞呢 没错 大家还是要保住金 已经过于兴奋 就是说 已经过于了 为什么 就是 一方面是 想要打压的人 过度了 另外一方面 不想打压的人 也过度了 双方都兴奋过度 所以我们需要看的是一面正常的镜子 你要看到美女 也要看到红粉骷髅 然后你要让这个骷髅 慢慢的恢复正常 所以只能是一个 慢慢慢慢恢复正常的过程 所以你的意思 这个 他的意思是 这个池子墙上 这边看一下 那边看一下 绝对不是 是绝对不是 有可能 就是也不是一经过少 也不是一经过多 适度的一经 不是 也他妈对不起 不能跟你说这个 但是我要跟你讲 你不是挺能告诉我们该怎么投资 那么像咱们那天谈到说什么 封闻 鄂尔多斯资金来京城楼市抄底 现在不是有这样的趋势 很多人手里有钱 这是不是一个入市的良机呢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环比的房价 全国的平均价格是下降 但是下降非常少 那么有的地方是下降 你比如北京上海深圳都降了 但是他降的我都去看过那个楼盘 尤其上海楼盘我看很多 第一 郊区 交通不便 黑灯瞎火 北京五环外六环外 甚至七环外 你要不要去买 第二市中心也有降的 降的如果是好的楼盘 人家都憋着 只出手两套三套 等你知道黄花菜都凉了 都是内务人在那买 根本就买不到 如果说市中心还有降的 对不起 那就是黑灯瞎火 你常年不见阳光的盘子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还没降呢 也就是你大哭大喊的喊 说防止大跌会出危险等等 我们现在 砸手楼兔了吗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 可能这个中国人 一直在一个很不正常的 心态和很不正常的这种 温度下生活 我经常讲 我说这个 我们本来37度就可以 或者36度五 是正常的温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整天 体温是41度 有一个医生 这个魏光老美美国医生 进来以后说 41度高烧啊 改会给你治治病 刚治到39度五 一个中国的学者跑过来说 你这样会会死人的 不能降到39度以下 现在我们看到情况就是这样 事实上 还没有到39度五 已经有所有人都喊起来 会死人啊 会死人啊 事实上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或者可以一个特区啊 搞一个特区 这个地方房价绝对可以降 北京的保住 保守都 保上海 别的地方可以降 你试着把它降到36度五 你会发现你活得很舒服 没那么严重 学哪儿 谁愿意当事点 老家那个西北 我们老家真的啊 这个叫叫黑发商 发明了一个社叫钢需啊 因为那边炒房的很少 房子就是被拒 住的 弄起来的 你看好像马博士他们老家啊 这小县城很偏远 对不对 每平米都要4500 全国贫困县 所以你说这个是靠压能压得住的吗 压不住 为什么呢 第一你刚才说了 说大家都种苹果了 有钱了对不对 第二所有人都跑县城去买房子 为什么县城有好医生啊 县城有好教师啊 对不对 刚性需求就出来了 第三政府也不想降 他为什么要降呢 我降了之后 我这个土地就没有收入了 所以我要 我要告诉你的事 像南京最近放松了吗 公积金贷款放松了 杭州也是的 为什么要放松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土地流拍非常的严重 现在很多地方 根本就没收入了 流拍是好事啊 流拍 流拍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地价定的高了 对吧 你往地里定一下 那我告诉你说 在货比还那么多的情况下 土地又流拍了 你说的太多 你让政府的钱 你让政府的收入从哪来 他公务员要发工资吧 他这个赤字怎么办 他到明年过年了怎么办 他 不能都像你们这样 国家级贫困县 政府转移支付吧 业台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钱还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是 一方面还要放松货币 放松货币 一方面又告诉我们 这池子里边水还很多 还是混老真黑 所以你想想 这是同一个人发出 都是可以发生 到放货币的时候 他们欢呼缺悦 但另一方面 他们说 你打压房 你为什么打 你放了那么多的货币 你还要打压房价 事实上现在有多少购卖力 所以我现在我郑重的要纠正一个概念 刚性需求跟刚性需要 刚性需要指的是什么 我要有房子住 对吧 但是刚性需求从经济学上来讲 需求指的是什么 是有购卖能力的需要 你有购卖能力的需要 才叫需求 所以 这个经济学上从里面有一个需求叫刚性需求 如果有的话 有刚性需要 比如说 刚性的只有要 只有要 刚性的不能求 你有钱的话 才会变成 只有两种投资 只有两种方式 在房地产市场 一个就是投资 我确实非常有钱了 然后我去投资 另外一种就是很简单 我要住 我没有地方住 然后我去买 现在问题是说 你没钱 我觉得是 不 我觉得这个不是开发商问题 任何地方 只要有货币泡沫 一定有房地产泡沫 谁让他货币发的那么多 最近老听人说 说是印票子印钞票 印钱印多了 我说不是跟美国一个路子吗 说美国印美元 是吧 咱们进人民币吗 所以美国有次贷危机 房地产泡沫 就起来了 所以 所以就说这个钱 你看我从今年以来 真的开始想把银行那可怜的那点存款 全去买东西 不管买什么 因为我太多的人人知识就告诉我 他们印票子 你的这个钱放在银行 一年掉一半 对吧 这是不是这个钱的出处 所以我跟你说 如果说明年 明年的货币发现 有可能下降 如果货币还是那么多的话 那么就是买资产 有什么买什么 能让你买煤炭 你买煤炭 能让你买黄金 你买黄金 能买什么买什么 因为他 是太多太多 到时候他还是贬值的 对不对 你拿着现金你干什么 我们去年 我们三个也聊过一个 说怎么样理财 我记得我当时回答的特绝望 不知道 我三个字 你投什么 因为通账本身是国家行为 他要让你付资产 那意味着你要回避它是非常难的 所以明年事实上 无论是明年的经济也好 还是明年的理财也好 事实上是最看不清楚的一年 明年会怎么办 还是看不清楚 所以我记得你看 我买房子没错吧 你看每年啊 每年这个在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前 媒体专家学者已经分析的真是透透彻彻 然后中央都不好意思再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年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 谁也不该分析 中央的政策会怎么样 对这一块的分析非常冷淡 为什么明年真的开不清 所以我们08年我们是哪一年我们三个聊那个事 过了几年以后我发现我越来越开不清楚了 明年经济会怎么样 2012年 谁说得清楚 不是 那到底捂着钱 到底该干什么 是不放银行 还是不放银行 给夜谭 让夜谭给你理财 这是对 资金好不好 把所有钱都给我 夜谭作为女人非常喜欢你工作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夜谭把钱给你有希望吗 给我 我再转交给别人 转交给我 我再给你重建银行 他现在 我有两个做企业的朋友 我觉得他们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人 这个是很清楚的 就是逢地吸纳 尤其做实体企业做的比较好的人 现在资源 然后他在国外拼命的买资源 有地买地 有矿产买矿产 就是一个 有人买人 对 不是奴隶的时代了 封地吸纳的时间 你在国内的话 我就觉得很简单的 如果说政府还允许你做短期理财 做点短期理财了 能买点什么 买点什么了 然后只是 坚决坚决 不要把钱交给我 交给他 这都挺不靠谱的事情 我跟你说 但是我觉得最不靠谱的明年是别交给房地产 都说买房子 明年明年我觉得这个房地产有两种最大的可能 但是我反对说跌50% 我认为这种可能几率的于零 但是明年如果说 两种情况下 我喊你一声 我们俩就抢房子 第1个 限购取消 我们立即去抢房子 你有多少钱 你给我 没房子 第2点是货币如果再放松的话 那么我认为明年上半年 可能是在我们这5年以内 我们难得一届的房价下跌的机会 所以上半年你多叫我来几次 没错 你说不定能发财 没错 这就叫理财 然后劳务费就不给你了 你就从利润里赚 他这说出两个关键点 这有指导性吗 他说明年可以上半年可以弘地吸纳 是吧 所以他明年还是看涨房子 要不然搞什么弘地吸纳 我讲了前提条件 这有有的两个前提 但是我认为现在性价比好的房子还是可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对 性价比好 未来后美房子可能每个菜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还是在每个菜